二泉音乐是阿炳为我们留下的传世之作 也可以称作是中国音乐的代表 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它曾经被改编成不同的形式 在世界各地演奏 但是最本质的还是用二胡来演奏 那我们在演奏当中要充分发挥 二胡的语言手法 前面这几个音可以称作是一个小的影子 那么节奏比较自由 音色可以选用一种非常柔的 由远而近的音色的进行 那么好像一阵风扑面而来 让你去感受这般夜景 下面一句接下来就要上版了 小艺飞活阜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短短的影子 大家可以感受到 在二胡演奏过程当中 我们的柔弦的变化和运功当中的变化 那么通常在阿炳的作品当中 往往在长音的时候 或者旋律进行当中 他会用手指给运功的过程当中 有不同的重音 那么配合这个右手的重音的这个点呢 我又加了左手的柔弦 那么就显得这样一个 富有动感的一个闪光的一个点在里边 那么二弦音乐呢 它有很多段落 那么应该说是一个排比的一个句式 那么我们通常演奏的时候 可能在舞台上选择其中的几段演奏 但是无论演奏几段 我们都要把每个段落之间的情绪的铺垫 能够设计好 比方说第一段 我们不要演奏的过于 把情绪的幅度都拉出来 可能第一段就是一个雪景的感受 演奏几段 像刚才这段旋律是在每一段都出现的 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要有不同的处理来区别它 像刚才这一段呢 我就运用了一个突入 那么在第二次第二段出现的时候 我用的是另外一种处理 那么这一段是第二段了 情绪可以宣泄的多一点 所以我运用了一个饱满的运功 那么同时伴随着运功 我有一些力度的变化 有一种一波一档的 这种迭档的旋律进行的感受 那么中国的音乐呢 特别是在二拳音乐当中 用二弧演奏的时候呢 比较注重的是点线结合 本来二弦音乐呢 它是一首慢的旋律性 线条性的旋律 但是我们听阿炳的演奏 还是听其他演奏家的演奏 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音乐当中所富有的一种鼓气 那么这种鼓气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这种不同的重音的运用 比方说 它就有一种很有动感的 这种内在的这个重音的排列 那么可以让你在这个 绵长旋律进行当中 时而出现一种这种闪光的 就好像是很多珠子 我们用旋律线把它穿起来 那么而这些珠子的排列呢 就因为不同的段落 旋律的进行的区别 那么不同的演奏人 对音乐的感受 可能有不同的处理 那么就有了千变万化的 演奏的办法 那么刚才讲到了 这是两个同样的旋律 不同的处理 那么在第二段当中呢 还有一段是 抖弓的这段旋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在这段抖弓的旋律当中呢 好像大家可以感受到是水中的一片涟漪 一圈一圈的涟漪 那么在力度的处理上呢 我开始两个装饰音呢 是采用的突入保持 那么在第三个和第四个装饰音的时候 抖弓呢 要加强力度 有一个坚强 把弦律推到 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段弦律当中呢 我还加了一点打音 让这个音乐的情绪有一种跌宕的感觉 第三段的时候呢 我们选用 通常选用的是 带有高潮的这个段落 那么前面的旋律呢 稍微有所变化 那么在演奏的过程当中 根据不同的强弱的要求 音色的要求 我们的运弓的速度是经常有变化的 它表现一种缠绵的东西的时候呢 运弓是饱满的 弓速并不快 这两个音又变得刚了 比较强调音头 那么在这一弓当中 有很多重音 我的右手又帮忙了 那么这个发呢 我们要加了一个突弱的处理 那么伴随着左手非常夸张的柔弦 去表达这种作者对生活的一种 内心的这种震颤的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借用这样的一个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从发的突弱 一直到最后高潮的旋律进行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建墙 一个铺垫 所以大家在旋律进行当中 不要吝惜自己的弓子 多用弓子 把这种饱满的音色 特别是在二湖高音区 用这种饱满的运弓 把音色拉出来 那么在高潮的最后一个音 大家听我的弓速和音色又在变 我只用了这么少的弓子 点了两个重音 再加上本身它的音头 有三个重音 在接尾声的这个过门 我们要把速度降下来 缓下来 那么音色也变柔下来 那么尾声这一段音色 我建议大家用非常朦胧的 遥远的音色表达一种 好像含着眼泪 无可奈何的这种情绪 那么使这个音乐结束 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 那么大家可能在我的演奏当中 发现了我的柔弦 有不同的变化 可能有的音不柔弦 有的音是先柔弦 后不柔弦 有的时候呢 是先不柔弦 后柔弦 那么柔弦有可能是 有数的 有几下有数的 也有的时候可能是 渐快的 或者是渐慢的 那么作为中国音乐的 表达的手段呢 我想它这种柔弦的变化 是千变万化的 那么二拳音乐呢 也被移植到 其他的乐器上演奏 那么我个人觉得 我们要剖开这种 把这个二拳音乐 作为一种写景的 优美的旋律的 这种演奏法 有点像西洋的 小提琴演奏出来的 非常柔美 但是呢 缺了一点苍凉 和苍劲的东西 那么 弹到二拳音乐 这首曲子呢 我还想多说两句 那原本这首曲子呢 并没有名字 当时在问阿炳 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呢 他随意的说 就叫一心曲吧 实际上这首音乐 应该说是 他人生的 对生活的一个折射 一个映照 是他对生活的感受 所以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 可能可以通过音乐 去感受阿炳的心灵 也可以通过音乐 去把我们自己的心灵 再传递给别人 那么 二拳音乐 这首曲子之所以 在世界上 作为中国音乐的代表 广泛流传 我想还是因为 它的音乐当中 融进了中国人 我们这个民族当中的 一种性格 一种坚强 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骨气 也可以说是阿炳的神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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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